那么巧啊,老师在这里遇到 你这车挺帅啊 那当然,这可是我爸给我买的 你那小肥羊摩托车也不错呀 别扯犊子了,今天作业险了吗? 混账,敢撞老师 就知道你会问这问题,先下手围墙 完了,我好像又闯祸了 趁他没追上来,赶紧跑 路边有我准备的陷阱 踩到就会立马隔屁 赶紧躲进我爸新给我买的别墅里 就是这里了 门口的拉杆是陷阱 我们从踏板过去 进卧室的门很隐蔽 等一下他会自己从火板门下去 我们把机关门打开进去 在这里放心的玩会游戏 可恶的阿威,欺负我家穷,是吧 不就是让他爸买了辆破车吗 让我逮到他,有他好果子吃 先去他家新买的别墅里 看 谁这么缺德 在路边放陷阱 让我逮 好吧 惹不起我从旁边绕过去 把这破东西扔掉 这里就是他家了 看着,好气派啊 这门口好像也有陷阱 刚吃过压力板的亏 我直接选择拉杆 卧槽卧槽 搞不懂自己家,放什么陷阱 这不是小阿威吗 还有脸在里面玩电脑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臭小子,这次看你往哪跑 你先进得来再说吧 不跟你聊了,我先溜了 别跑,我今天非要教训你 不理他,我们上楼玩电脑 二楼也有陷阱 等会他肯定会追上来 我们从这里出去 三楼的门也是陷阱 打开任何一个都够他喝一壶的 咱们去四楼玩电脑 这里是安全的 就在这里把我的世界打开 我就不信你家能有多大 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不过,这房子的门在哪呢 看了看地下只有个火板门 不好,是陷阱 早该看到旁边还有拉杆的 肯定是机关门 完了,是高空 屁股都给我摔开花了 为什么,每次我都能猜错 他小子就从这梯子爬上去的 这卧室还挺漂亮 卧槽,是苦力怕 还好我脸皮厚 根本不痛不痒 刚才应该都被周围的建筑抵消了 从这里可以绕过去 他跑出门外了 走楼梯,快爬上 握槽握槽 还有一只 屁股都给我炸开花了 这里有三个门 一个一个是 我就不信了 怎么可能都是些 鸡股都被炸开花了 鸡股的灵狮